龙亭原是东北沈阳人,后来为了谋生钱去香港寻找出路。 那时,龙亭年轻气盛,拥有天赐的好嗓子,以为会在香港大展拳脚。 临走时,爸妈依旧舍不得这唯一的女儿,千叮嘱万叮您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,没钱了要说话。 龙亭年少不知离家愁滋味,脸上满是兴高采烈,像一只迫不及待逃离父母捕育的小鸟。 收拾好行囊,和父母简短告别后,踏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。 像许多年轻人一样,满怀壮志,觉得大好前程广阔天地就在眼前,一定会有一番作为,有一番成就的。 谁曾想,刚下飞机就迎来当头一棒。 粤语说不利索,连找酒店住宿吃饭都成老大男。 不仅如此,一连串的麻烦是接二连三,一番折腾后他可算是租到房子,能有安身立命的地方了。 但是他得抓紧找工作,看看在号称年轻人的天堂里,等不及想看到自己大展歌喉的时刻。 别说唱歌了,连最基本服务员茶餐厅的工作都没有录用他。 粤语对于初来乍到的龙婷来说,难如登天,七个转八个想,把他愁坏了。 衣食住行,样样花钱,龙婷的钱包有些负荷不了,平常他还会省些钱买衣服和化妆品,如今都全都要放弃。 几个月匆匆而过,龙婷的生活不见起色,他不禁感叹人生艰难,生活不易,面对打击,他也打起了退堂鼓,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决定了。 这时父亲忍不住想念,给远在香港的女儿打了电话说,钱够不够,不够跟爸爸说,在外边不要委屈自己,吃好穿暖,身体健康最重要。 听到爸爸安慰的话语,他感到内心愧对父母,便决定再闯一闯,希望早日成为父母的骄傲。 他遇到了事业上的第一个贵人,梁志远,二人相识在一场朋友的聚会上,有着望角罗文称呼的街头歌手梁志远,觉得龙婷的好嗓子不能浪费,便和他畅聊未来的打算,鼓励他去唱歌,给他介绍工作。 他没想到,梁志远给他介绍的工作是街头卖唱,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来说有些挑战。 龙婷默不开面子,脸皮薄,总觉得在这样公开场合他放不开,唱不好歌,也害怕观众对他有不好的评价。 然而梁志远只是开口说道,那你有钱吗?还能维持生活吗? 他想到自己的钱包空空如也,马上又该付房租了,脸上一阵窘迫,抹开面子才能挣到钱,更何况人生哪有那么多观众,每个人都在为了生活奔波。 所以急需用钱的龙婷,决定去试一试当街头卖唱的歌手。 第一次开嗓唱歌,需要极大的勇气,龙婷拿着话筒,如梗在喉,第一个歌词始终发不出来。 他的心脏不由自主地狂跳着,手也不停抖动,看着人来人往的观众,他愈发紧张,生怕唱不好。 在和梁志远对视后,他闭上眼睛静下心,开始演唱歌曲,本以为自己是天籁之音,没想到街头的观众并不捧场,一曲罢,耳边没有传来热烈的掌声,反而夹杂着几句唏嘘声。 这种反应让龙婷自尊心受挫,大失所望,龙婷备受打击,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当街头歌手,不想再演唱歌曲了。 要不说梁志远是他人生中的贵人,因为他再次开导龙婷,给予他歌唱信心,并帮助他重新选择歌曲,重新定位选择曲风。 他劝龙婷抛弃演唱流行歌曲,选择通俗的经典歌曲,流传较为广泛的,这样周边的住户可以更好接受。 西洋菜街周边的小区住户大多都是上了年纪,已经退休的人,流行歌曲的风格在这里并不受欢迎。 龙婷听完梁志远分析,觉得可以再接着尝试。 第二天,他就改变风格,唱了一首甜歌天后邓丽君的《漫步人生路》。 歌声与耳动听,周围的观众对他印象改观了不少,同样一曲罢,而这次的待遇却大不相同。 观众在耳边响起热烈掌声,还有许许多多的小费,让龙婷初次尝到成功的喜悦。 就是迈出了这第一步,才让他走上星光大道的舞台。 在粉丝的推荐下,龙婷报名参加了央视举办的星光大道。 据了解这是一个专门为普通人设立的舞台,通过在街头演唱积累的经验,他顺利通过海选,正式入围星光大道的比赛。 评委很喜欢龙婷的演唱风格,对他寄予厚望。 在正式比赛前,他还给父母打了个电话,父母说,无论结果怎样,他在父母的眼里永远都是最棒的。 有了父母的支持,他的心中多了一分安定,但站在后场是等待上台演唱的龙婷,还是很紧张。 他第一次站在这样美轮美奂的舞台上,努力克服不良情趣。 站在舞台上,音乐一响起,他就找到了演唱的感觉。 他的演唱实力得到发挥,评委不动声色地在心里为这街头歌手叫好。 他获得了星光大道的周冠军,然而这是小小开胃菜,龙婷不想妄想自己竟然能一路杀出重围,赢得最后大赛的总冠军。 龙婷每次出场,总是温温柔柔的,像一阵春风拂过人们的心间,清扫走一天的疲惫感。 他深受观众喜爱,每次演唱总能唱进人们的心里,凭借着气质、神韵以及观众的喜爱,一走杀进总决赛。 在总决赛的现场,他用一首龙文拿下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。 星光大道是老百姓的舞台,为普通人赢得出人头地的机会,龙婷夺冠后各种邀约纷纷找上门来。 代言,商演更是数之不尽,就连春晚也抛出橄榄枝,邀请他一起和李古一、汤飞、云飞、扎西顿一起演唱最后的歌曲《难忘今宵》。 这对于任何人都是一项殊荣。 至高无上的荣誉,龙婷感到受宠若惊,经过数月的紧张排练,在年三十的晚上登上了央视春晚,为中国亿万家庭送上祝福。 上过春晚后,龙婷的身价一路飙升,她的邀约变得更多,让她目不暇接。 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,龙婷的名气都是居高不下。 大家本以为这样的好机会,谁拿到了都不会放弃,肯定要借此机会好好发展自己的歌唱事业,在大舞台上留下属于自己印记。 然而龙婷偏偏不同寻常人,她没有接受任何公司,任何商演的邀约,截然一身做自己。 她还是那个在街头卖唱赢得无数人喝彩的小姑娘,站在那里她更有自豪感和成就感。 龙婷决定,放下繁华的大都市,放弃无数荣耀加深,回到香港继续自己的街头歌唱事业。 她单纯地喜欢唱歌,喜欢简单的快乐,随着放弃各种邀约,她的热度也不像从前那样热火朝天。 娱乐圈的新鲜事每天都有,当你放弃,就会有人紧接其后。 上完春晚没多久,人们就在街头再次看到她的身影。 她不追寻世间繁华,只爱香港街头的一片净土,吞去了曝光率的支撑。 观众想还会有多少人能停下脚步倾听她的演唱呢? 事实上,在香港的街头始终都有龙婷的一席之地。 她似乎没有任何改变,依旧是身穿黑色长裙的龙婷,站在人潮拥挤的巷尾望我的演唱着那首漫步人生路。 她那白皙的皮肤,高挑的身材被亲切的观众称呼为香港望角小龙女。 最后,上级领导无奈取消这条人行街的行人专区。 最后一天的演唱里,这条街道无数人来看龙婷演唱,以为自此之后就看不到她的演出了。 这晚过后,街头卖唱歌手不能再以任何形式在这条街上表演,探歌舞团也就此解散。 没想到,这并不能阻止龙婷的歌唱事业。 她重新换了地方继续演唱,她一心想为观众演唱,今晚七点半来香港中环码头听我唱歌。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,中环码头周围没有小区,没有居民,不会影响他人休息,也不会造成交通拥堵。 这里是她演唱的最佳地方,她在这里即将开启歌唱事业的新路程。 龙婷忠实粉丝在听到这个好消息后,都分拥而至到十号码头,为她捧场。 香港天气多变,总会时不时下雨,但她的观众一直都是很爱护她,任何的天气都不会阻止为她驻足的决心。 下雨了,她们就打伞来看,严寒还是酷暑,都无法阻挡观众的热情。 龙婷的身上似乎有一种魔力,在高速运转浮躁的社会里,安抚人的心灵。 她也是感恩观众的。 在2020年的6月,龙婷专门为了抗疫的医护工作者创作《新歌天使在武汉》来歌颂疫情前线的医护人员。 虽然龙婷不知道如何回馈观众,但这样暖心的举动, 让医护工作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听到她为他们创作的歌曲,以此来抚慰他们疲惫的身躯。 她还在网上创建账号,开启直播,这样即使在街头卖唱,也可以通过手机直播被网友看见。 龙婷的直播间相当火热,经常有十几万的观众一起观看她唱歌,她的淡然吸引了无数粉丝。 短短几个月内,她的账号就已经有了几百万的粉丝。 如今的她拗口的粤语说得十分流利,还会为粉丝专门学习演唱粤语歌,站在街头,一头标志兴兴的短发,还像往日一样人气爆棚。 周围的行人络绎不绝,可围在她身边的听众更是理三层外三层,可仍然有许多不好的言论出现。 当了星光大道总冠军还跑到街头卖仪,真是,哎,可惜可惜。 网友的挖苦一针见血,直出龙婷痛处,以为说她从冠军沦为街头卖场,就会让龙婷伤心难过。 其实这是她自己的选择,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。 有人可望名和利,有人只想找到人生的理想,龙婷就属于后者。 相比之前星光大道的历届冠军,龙婷确实显得低调许多,一度被评为最惨的年度总冠军,拿到冠军后依旧沦为街头卖唱的一人。 然而这样简单的生活,是龙婷的理想生活,她拿得起放得下,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生活,追求自然,享受当下,她的生活何尝不是一种幸福。